这个题目啊 传球模型测密度 圆柱形容器中装入适量的水 将一只装入配重的薄壁长烧杯 放入圆柱形容器中 烧杯禁止时容器中水的深度 大H1 12时 如苏加塑士 那你看这个是外面的页面啊 外面的页面 所以你一定要用外面这个容器底面积 然后将金属块 一瓢一挂嘛 对吧 一瓢一挂都用齐了啊 呃 定解是露出水面的高度 你看这个H1就是里面这个页面 里面这个高度的同志们啊 那这个H1一定是用这个底面积 你要注意 溶气中水的深度H2为35 就这个是35 将金属块放到这里面来 这个高度就给了 这高度H2面积 因为它进来 它往里走了嘛 对不对 啊 以至原住性的底面积 为烧杯底面积的R倍 那就是说你设它的底面积是S 你设它的底面积是S 它底面积就是RS 就这个意思 走 金属块I的密度是多少 那肯定就金属块I的密度 对不对 好了 咱们读摸一下啊 让咱们求金属块I的密度 那我得想办法求出金属块的质量和体积 那所有的信息都是在这三个图里面 那我只要能找着它的质量和它的体积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你就看这三个图里面 哪两个图可以求出它的质量 哪两个图可以求出它的体积 我觉得求质量的话 应该加一两个图比较好 用整体设立分析法 里面假图里面水提供的浮力 就是小烧杯 这叫烧杯是吗 小容器 我就说大容器小容器吧 外面的大容器里面的小容器 那你看这里面水提供的浮力 就是小容器的重力是不是 这里面水提供总的浮力呢 是小容器重加上一个金属块的重 那就是这里面的总浮力 减这里面的总浮力 是不是就是I的重力 这里没意见是不是 好 又加一两图 又加一 哎呦好艺术 你说我在这地方写字 为什么这地方出字了呢 高科技 又加一两图可知 金属块I的重力 就是一图里面的水提供的浮力 比甲头里面水提供的浮力 增大的那个量 对吧 那就是肉水G 增加的浮力等于肉液G 变化的V排 变化的V排等于容器的底面积 大容器的底面积 乘以页面高度的变化量 高度的变化量 好了这个完了 然后呢 再去找 再去找这个A的契机 那你看这三个图里面 这三个图里面 谁的体 哪两个图能告诉你体积关系 懂不懂 人家找这两个 这两个图 其实刚才甲和乙 可以找到它的重力 甲和饼也能找到它的重力 也能找到它的重力关系 那你要找体积 肯定是乙和饼了 肯定是乙和饼 乙和饼你看 甭管是挂着的 还是装在里面的 它们呢 都是把它们看成一个物体的话 它们都是漂浮的 它们的重力是一样的 那大容器里面水提供的浮力是一样的 那V排就应该是一样的 那页面就应该是一样高的 你想起来我们开课前的 开头开头的时候 讲的方法了没有 就是页面的总高度 一定是一样高的 总高度一定是一样高的 总高度一定一样高 浮力是一样的 V排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你想你浮力一样 V排就一样 这里面的V排 看好了啊 这里面的V排 应该是容器的V排 加上A的体积 对不对 好了 那就容器的V排 我这样写 一丙两图 容器的V排 容器的V排怎么写 就容器的V 加上球 等于这里面容器的V排 是不是 是吧 那你看这个球的体积 是不是就是V排的变化量 对吧 V排的变化量 那V排的变化量呢 就是看小容器 V排变化量 小容器原来在外面露出来 H1 现在露出来H2了 说明它进来了 H1-H2的高度 是不是 进来了H1-H2的高度 对这个S还是那个 这个S是谁啊 这个S应该 这个应该是RS 对吧 有些可能受影响 对吧 那这个V球就等于 那你这个就应该用里面 这个S了 是不是 这个S了 那这个S乘以一个 H1-H 因为我刚才那个S 指的是这个S嘛 你要用这个是一个S 那这就是两个S 对吧 就思路别乱就行了 字母表示无所谓 那你想呀 那答案就出来了 他不让咱们求什么来着 求密度吗 是不是 那质量出于体积完了 质量就把它小这个约了 所以这密度就应该是等于 揉水 小这约了 那就是RS 大H2-大H1 然后S乘以一个H1-H2 把这个S给消了 大H2-大H1 大H2-大H1是多少 大H2-大H1 35-20 是不是啊 35-20 就是15呗 15再乘以R 就是30个揉水呗 是不是 你这个R你别丢了 小H1-小H2 小H1-小H2 那就是 5和1的关系呗 就是4是不是 就是4 那这705个揉水呗 7.5个揉水 好了 这讲完了是不是 那讲完了 7.5个揉水 7.5乘以10的三次方 7500 好了 那就不客气了 来下 GCT 依然是传球模型测密度 小H1 利用刻度尺 塑料碗 圆柱形玻璃桶 和适量的水 测量一块体框室的密度 设计的实验步骤 我觉得这种题 比上面的简单点 来 在圆柱形玻璃桶内 放入适量的水 将塑料碗 轻轻放入水中 水深H1 但这种题嘛 一定要画示意图 不画示意图 你会发现特别的难受 我都讲不清楚 你肯定做不明白 那我就画图了 圆柱形玻璃桶 放一个碗 用玻璃桶水深H1 H1 是不是 然后将铁矿石 轻轻放入塑料碗 塑料碗仍然漂浮 深H2 石头放入碗里面来了 快到碗里来 对不对 这是个石头 H2 这H2肯定棉级也高 是不是 对吧 因为你石头进来了 多一个福利 对吧 就穿球模型 对吧 然后 第三步该干嘛 第三步该干嘛 可以让你看一下 有一漂一成 一漂一挂 是不是 就看你喜欢用哪个了 其实你要是挂它 你这样你得把它拿出来挂在它下面 这太麻烦了 你直接把它拿出来扔水里面就完了 对吧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 你直接把它拿出来扔这里面了 测出这个水的渗度是H13就完了 这方法比较简单 那你也可以把它拿出来用细线 系细在它下面挂在这个地方也行 好 就这样 也行 好了 这一步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 这一步就是取出 取出是铁矿石放到 进到这个水里面来 记下液面的高度是H13 就照着它就写就行了 什么测出测出什么高度 H13 这一步在表面上写就行了 水的密度是揉水 然后就算铁矿石的密度是揉水的多少 那就这样 你就看这三个图里面 用HEH13和揉水 取出铁矿石的密度 那先去铁矿石的质量 对吧 铁矿石的质量 就是先去铁矿石的重力 铁矿石的重力 显然用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 就是利用浮力的增加量 对吧 这里的浮力等于碗重 这个浮力等于碗重加铁矿石的重 所以碗增加的浮力 就是铁矿石的重力 那就是揉水 你可以设这个底面就是S S乘一个H2-H1 这就增加的杯牌 对吧 然后你要除一个小G 除一个小G 这就是它的质量 对吧 质量 然后是体积 体积现在用第一个图和第三个图就完了 H13为什么比H1高 就多个十块吗 所以用S乘一个H3-H1 是不是 然后一除一下 然后这一除就完了 所以是等于除S消了 所以这密度等于Rho等于H2-H1 H3-H1 乘一个Rho水 就完了 好了 看着来 政委实验 好了 通常这种题目 一般 学的这种思想 因为这种题目比较专一性 比如像北京地区考的多一点 外面考的少一点 所以但是我们其他名校实验班的同学 你可以学一种思想 学校考不考 咱们不管它 对吧 但说实话 现在全国的中考是这样 比如今年山东考了 没准明年山西就考山东这道题 因为互相 互相学习嘛 对吧 湖北今年考了 没准明年湖南就考了 没准今年北京考了 明年南京考了 南京明年考了 后年东京就考了 对不对 有这种可能 感觉身体越来越重 它的这些现象解释是 水越深的地方 说福利越大 请用合适的器材 来设计一个简单的实验 说明解释是错的 它的简单的 就是越深的地方 福利越大 指的是在物体 没有完全静默的时候 那如果当物体完全静默了 它福利就保持不变了 所以你就做一个 完全静默以后 福利不变 就把它给排除了 你只要你知道这个原理 那你怎么设计都没问题 看答案吧 用细线将校技术会 在弹簧次例记下 侧折弹簧次例的实处是F 大烧杯中加适量的水 这些是润色的话 将小金属块 静默在水中较浅处 注意去 静默在较浅处 这是个关键词 弹簧次例的实处是F1 然后是静默在较深处 但都是静默的 弹簧次例的实处 一定是相等的 然后弹簧次例的实处 变化量一定是相等的 因为你浮力就是相等的 是不是 那说明越深 浮力并没有越大 说明你的假设就是错的 就推翻了 这种正伪实验 只要能证明他一次是错的 就完了 就不用叫做第二次了 那一次是错了 干嘛还证明第二次 你还是错的 对吧 第九题 这叫六次实验 这种题目也是北京考试的 稍微多一点 但是北京的改革和这种题目 可能也会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这种题目实际上 他考察了学生的一种 探究实验的思想 培养的那种探究实验的能力 探究问题的能力 但是这种题目实际上 他的物理原理之类的考察 是非常的浅显的 所以随着现在 好多北京的一些教育专家 也在说这种题目 考察不了东西 它成一个公式已经套起了 可能很快就会退出 北京那个中考市场 但甭管它退不退吧 我们学一下这种思想 就是想干嘛呢 想证明福利的大小 跟排开一体的体积成正比 那数据上是正比的话 就是看 我这福利F1 跟你的排开的体积 是不是成正比 比如你比值是个定值 你要证明两个数是个正比 那你是不是要用其中一个数 除以另一个数 看它的比值是个定值 对吧 那你得把这两个数给测出来 而且这个题你需要把福利都测出来 把它的排开的体积都测出来 好那怎么测福利呢 你看这个题目只能有什么呢 平底试管 然后呢测出它的 怎么测福利啊 给天平了 给天平了 那给天平的话呢 你一定要让它漂浮的时候 它的重力测出来 就是它的福利 然后这个V排怎么测呢 看看给什么 尺子一把 底面积还已知 那你用底面积乘以测 它进入水中的深度 就能测出来体积 是不是 然后呢 但是呢 你这个实验你做一次 只能测出来一个福利 一个V排 然后一除是个值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定值 所以我需要看看第二次的 除以第二次的 跟第一次的值是否相等 好 老师是不是相等就行了呢 也不行 那万一是调和呢 对吧 那所以你需要再多测几次 看是不是多测几次 每次的数值比值都是相等的 他老师他需不需要测一万次呢 还不用 在北京这个这边规定呢 如果能超大于等于六次比 都是一定的话 那你说明一定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了 所以这种题目叫六次实验 好了 把这思想给大家说了 步骤 来看一下 第一步 这都是废话 是不是 常规的 科学套话 然后刻度是测的事关的总长度 为什么测的总长度 而不是浸在里面呢 浸在里面的水里面的不好测量 我先测的总长度 然后再测露出来的 总长度减露出来的 就等于浸在里面的长度 这才是正题啊 适量的细砂装是试管 抓一定的砂子 因为你这让浮力变化嘛 在那重力的变啊 测试总值量是M1 乘以小这就是重力 对吧 就是浮力啊 漂浮 然后测试露出来的高度 就是H1 那我们刚才L减H1 就应该是它浸在里面的 它是一个底面键S 就是V排 是不是 把它记录在表格里面 然后呢 再取适量的沙子 就改变它的质量了 是不是 然后改变质量呢 浸在水中的深度就会变化 那我需要把它露出来的 再给撤出来 然后拿这个L 去检查 就是第二次的V排阵知道了 到那儿 我就往下写呗 还没必要 这方说仿照步骤四 再做四次实验 那不总共就六四了吗 所以到这里边 数据就采集完了 数据采集完了 就需要计算一下 L减H 是每一次排开始的体积 V排都能算出来 然后再根据漂浮的时候 浮力等于物体的重力 算出来它每一次的浮力 好 这个就是记者数据 这个表格 也是有一定江湖规矩的 这什么规矩同志们 就是 已知的量在最上面 但这个体没有已知量 就是测量的量在最上面 计算的量在最下面 对吧 因为你没有测量的量 哪来计算的量呢 所以应该上面的测量的量 这重力浮力的计算的量 上面的是浮力的 对吧 下面的是V排的 下面是V排的 就是 就这个没关系 同时你把这个浮力 放到最下面也行 这个浮力放到V排下面也行 你放到这个地方也行 因为这两个量是需要你这个量 这两个测量量 对吧 需要这个测量量 去除它 才知道它 但是你把这两个 放到最下面也是可以的 但你不能怎么 你不能把它放到下面来 因为没有它 你无法算成它 没有它 无法算成它 是不是 好 再看看第十题 也是六次实验的 实验桌上提供了六个五十克 挂钩的相同的金属块 这题目是一样的了 0到5里的残簧磁力比一个 适量的水和满足时间要求的两桶 水在物体的浮力 排开水的体积成正比 这跟上一题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一样的 思路是一样的 就是思路是一样的 但是形式具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上一题是 什么给底面积成一个高度 它得于体积 是不是 这一题是给的什么呢 六个挂钩五十个相同的金属块 那相同的金属块就这样 六个 老师我第一次是一个 第二次是两个 第三次是三个 也行 也行 但那太麻烦了 你可以这样 六次一次都挂上 比如六个都挂上 六个都挂上 总重的是这个 然后呢 你第一次可以进入在水中是一个 第二次进入在水中是两个 第三次进入在水中是三个 你这样就可以一次一次的测擦在每一个的浮力了 每一个的浮力都出来了 来看看我们的思路 这两个水都是两种的水的体积是V0 调整好的太麻烦了 你把六个金属块全部挂上去 总重的是这 就这样 这六个也就划不下了 我知道这刚出字了 画不下了 我胡画了 是其中一个金属块进入在水中 且不碰烧杯底 对吧 测试金属块的体积是V1 不 测试金属块是拉力是F1 那你看 你现在只是将 其中一个 挂进去 是不是啊 那这个G-F1 是不是就是第一个的浮力啊 就是第一个进在里面 木属块的浮力 对不对 在体积呢 体积是其中一个金属块的区域 从两种的体积是V1 你就是拿这个V1-V0 V1-V0 就第一个金属块 第一个金属块的区域 好 然后呢 我再使其中的两个金属块进到里面来 且不碰烧杯底 测试金属块说的浮力是F1 但如果你比如说拿 你拿F1-F1 就是第二个的浮力 你要是拿 G-F1 就是两个的浮力 都没关系 这个啊 然后3到6 对吧 3到6 然后 F3到F6 用浮力等于G-F1 对吧 根据 V排的一个V-V0 这个数字都行了 是不是 我就不续说了 这思路是一样的 是不是 还有最后一个实验数据处理问题 实验数据处理问题啊 这个也是北京比较常考的 我们其他同学就听一下 思路就可以 这种题目其实是一个数学体 但是呢 它数学体跟物理有关系的 因为物理就要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 对吧 那探究物理 探究物体的能力的话 你一个探究实验数据 就探究实验里面数据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好 来看看来 请根据表格中规则的浮力 还是的关系 圆柱形容器 放在一个大水槽 就是一个大水槽 放一个圆柱形容器 好像是圆柱形吧 你再往这里面加水 它会进的深度越来越大 那这个浮力就越来越大 浮力于进的深度的关系 那我们肯定知道 进入的深度越深 浮力越大呀 阿基应该不是成正比 如果成正比的话 那 为什么不是成正比呢 因为你一开始的就是有浮力的 它一开始就是有浮力的 它应该有一次函数 你想到它这个 放下它就一次函数 我还得开一个字加比 所以这个B不是零 为什么B不是零呢 就当深度是 所以因为你这个东西 一开始它就有重力 它一开始就有浮力 是不是 对吧 它一开始就是有浮力的 所以 那你也想到这一次函数的话 那就好办了 你把这里面数据往里带就完了 往里带就完了 带进来就解释开 把它带进来 这个Y就是浮力 这个H就是这个X 带进来就行了 带进来以后 实际上这几个高手能看出来 这应该是多少呢 RH加8 RH加8 你看到没有 RH加8 你看它乘以R加8 它也乘以R加8 它也乘以R加8 对吧 所以就出来了 就是两牛 但是两牛每厘米 再乘一个H 再加8 牛 这个单位被丢了 单位被丢了 因为你这个H是厘米 这厘米约了 这是两牛 这是牛 运它的浮力是牛 就这个地方数据处理 别忘了 一定是两牛每厘米 因为这个H就是厘米 你先带进来保证多对 好了 所以最后这三道题 数据处理和六次实验的东西 咱们了解即可 了解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一讲呢 可能有点超时了 我们就不废话了 有问题 直播的时候再见 好了 休息